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中 武艺一日三餐 准备外卖或快餐承包 被网友戏称外卖男孩 让电视机前众多郎母亲般的观众操碎了心 大家不停留言传说武艺 要好好的带身体 不能总吃外卖 而在本期节目中 武艺终于痛改嫌妃 首次挑战下厨做饭 迈出了改变生活的第一步 本周武艺将再次邀请好友来到家中做客 并亲自下出准备晚餐 对于之前连饺子都不会煮的武艺来说 准备一桌拌菜将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勇气可嘉之余 厨房小白武艺的各种神操作 则是让人哭笑不得 大块的西红柿直接下锅 鸡蛋翻炒半天才发现竟没开火 武艺本色的厨房之旅 可谓显向还生 即将来做客的朋友们究竟会享受到什么样的晚餐 对武艺数次下厨的战果 又会如何评价 本周六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二点 一起来看外卖南海武艺的厨房历史记